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极考系工业Gcos项目的一部分 其目标是从未知中萃取并归档名为创意的高质量概念 它被设计为5x5x5厘米的立方体 这样一个大小便于储存并大规模的向未知空间进行投放 但是在第一次实验时候就出现了异常 观察员发现就是进行创意萃取并返回的这些立方体模块 呈现出了星星的形态 但是为什么呢 观察员们也没有告诉大家 好 听完杨老师一番讲解之后 其实我听的也是云里雾里 但帮我怎么说呢 Gcos设定感觉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对 就感觉是4C就是在下一盘大旗 对 可能未来Gcos宇宙就该出现了 没准还真能看见这个东西 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咱也甭废话了 咱直接拆开看看这个玩具到底是怎么样了 好 开箱了 看一看有这么一个包装盒 然后里边是一个星星本体 还有一个收纳的箱子 它这个不光是单纯的一个文具 对 产品说明书 还有变形步骤 教你是怎么变的 你先学一下 这个写的很详细 其实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它一共分有两个模式 一个是星星本体的一个模式 然后这个是变成小箱子的模式 然后有一张产品说明卡 其实是背景故事一个介绍 刚才杨丸说的那些设定 你可以在这张卡片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刚才也看见了 杨丸刚才和我们也说了 设计成立方体模块 其实是变于收纳 对 是吧 概念中是这样 对 然后在实际当中 这么一个小立方体感觉也是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对 然后这款产品其实是 Warebox Beastbox系列里边 就是Jojo那款是为圆形 然后由咱们机盒设计师李晨 然后进行重新的一个配色 然后你也看到其实在细节上面 有很多咱们比较熟悉的标识了 G考斯 然后机组 很有纪念意义 我们这也是我们这个机盒出的第一款文具 第一款 相信去广州合计店的玩家 对 基本上全都会 看见了 看见了 然后也购买了 也有些人购买了 是 然后的话咱们就开始 好 先变一变 好 让我给我们展示一下是吧 变成差不多了 然后有些卡扣其实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块 这是放在你这个固定 对 固定 你看这个脸像谁 这有点像咱们的效果吗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每一个玩具 对 每一个关节啊 都是可以这个把玩的 嗯 但是我看到这张脸呢 我就突然这个灵感就爆发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张脸非常的熟悉 在我想不出选题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在看的是这张脸 我就一直面对的是这张脸 对 现在看的产品 其实就已经变形完了 嗯 对 然后可以其实摆一些pose啊 嗯 你看它这个可动性 其实是非常的优秀 对 它有很多球形关节 其实在这 可以玩一玩 对 好 杨老师给我们展示完 这个从立方体 变成星星的模式以后呢 现在杨老师 再给我们把这个魔术给变回去啊 哎 这个现在给大家展示 是这个星星变回立方体的一个模式 对 这个过程 变形 然后速变 对 速变 看完了 杨老师完整的给我们展示了IA的变形过程之后呢 最后杨老师再给我们说一说啊 这个产品的一系列的后续信息 哎 这件产品呢 其实之前在广州核聚变已经进行了一个线下首发 是 那么线上呢就在今天啊 就可以在我们的淘宝店铺集合铺上 然后看到就是商品信息了 没错 定价是128元 嗯 今天就可以买到 嗯 然后呢 哈尔迪身上穿的这件主题的T恤 也是IA的 嗯 是在 也会在厦门和聚变上 然后有些少量的套装贩售 就剩的不多了啊 对 剩的不多了 大家开门就得先直奔 基高斯公园就抢了 哈哈哈 其实没有多少了 嗯 而且这次在厦门和聚变上 还可以持续买到 这个套装呢 其实是这个玩具加衣服 对 一块 然后是198元 这个呢 只能在厦门和聚变买 就是线上就不再做发售了 对对对 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